哦哦,基本工资提高,健保费也要联动调涨了。 行政院前天公告实施新版全民健保投保金额分级表,原来的第一集17,880元,第二集18,300元取消。 新版第一集为18,780元,超过百万人每个月要多缴健保费了。 依照原来的分级表,月薪17,888元以下,月缴健保费244元,采用新制后将要缴256元,多了12元,影响大约117万人。 月薪在17,881元到18,300元之间,原来要缴250元,现在新制要缴256元,多了6元。 不过月薪在18,301元到18,780元之间者,只需要缴256元,比救治少了6元。 台湾老公正线秘书长孙友连则说,全台约有90万人领接近基本工资的薪水,连同眷属超过140万人。 如果有劳工,基本工资没有依法调涨,健保费却提高了,经济负担势必加重。